レオ聊世紀 聽雷路不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中國這個文明 BGM的開場都是非常好聽的 那種中國感 我個人也蠻喜歡中國的BGM 中國這個文明開久是相當特別的 因為一開始村民會多三隻 但是會直接卡人口 這卡人口會斷村 所以你要先點織布技術 然後趕快去補到50肉 然後趕快放了50肉進去 按第一隻村民出來 然後這邊又在50肉再放一次肉 喔49尷尬 OK趕快按 所以村民一開始是比較忙的 而且現在中國比較強化 以前的TC人口只有一點點 這樣變成15人口 第一個房子其實不用那麼早蓋 這個算是中國最近的一個小小buff 但我是覺得還是沒有明顯的非常強的感覺 因為你其實看到這邊 就會發現這邊村民宿大概只領先了大概一村左右 但是這邊還要再看上 待會馬來人點直播技術 待會會再拉個兩村左右 快要兩村這樣子 大概一村半至兩村的經濟優勢 但中國人遇到馬來人這個情況 馬來人的升級速度很快 所以省下來升級時間 又可以彌補跟中國人的經濟差距 所以中國這邊經濟優勢 只有可以按時代到封建時代這段期間 會較為明顯 還有這個城堡 封建時代到城堡時代才對 可以按到城堡這段時間會比較明顯 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其實差距就會變得很小了 中國人可以利用這個前期的經濟優勢 在封建時代獲得一些領先 中國人的是工兵單位比較厲害 而且他的騎兵跟步兵 都是三級工三級防 想出什麼就出什麼 但是都沒有特殊能力 但能值得一提的是 中國人他是有重裝落鎖的 也有重裝騎士 所以他在以騎兵對戰來說 也不算是一個太差的文明選擇 後期沒有火炮跟火槍的關係 所以後期遇到一些特殊狀況的時候 會比較難以處理 只能靠中國聯弩去做一個萬簡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升時代的速度 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大象有四折優惠 那他的馬來人的步兵鎧甲也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的步兵是也可以升級超快的 那到了帝王時代 等一下強制增兵 免費的雙手劍兵 免金直接一直按 當成落馬一直按雙手劍兵 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選項 那馬來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是非常弱的 雖然有四折大象 但是沒有二級馬鎧 甚至連三級也沒有 品種也沒有 所以如果真的要玩馬來人的話 你還是走步兵跟攻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馬來人的後期 升旅跟火炮也是有的 所以用起來也不是太差 我個人認為馬來是一個偏強的文明 並不是太弱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阿伯怎麼對局吧 那這邊看到三個果子正在吃 上面有三隻村民在開始伐木了 這邊四隻村民 在這邊伐木 這邊是打一個四木伐木 那這邊馬來有可能是要打棒棒開局 棒棒轉這個裝甲 免費的步兵鎧甲 有一點小小的加成 稍微善加利用的話 前期可以爭取到許多的時間 把自己的經濟節奏打再更好一點 這邊是直接拉兩隻村民去吃野味阿 這個推完了兩頭野路之後 拉了三隻村民去吃這個路 好 點下了封建時代 來 棒棒要按嗎 要吧 這個要按的吧 這個不按的話 他這個流程就不是正常的流程 這個也是標準的棒棒開局 那這邊路三隻吃完之後 路肉就只剩下一點點 三個人去吃的話 他如果沒有用排程的話 去做其他事情 他就會回頭再去找這隻路 繼續把剩下來一個兩個肉吃完 所以這個拉三隻村民去吃路肉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要把這三隻村民去拍去做別的工作 才不會再一路返回 返回過去的漏洞已經臭掉了 都沒得吃了 好 那中國這邊的開局呢 是打一個 漏馬開局 那這邊可以看到 經濟村民宿 22村 對 23村 兩邊都是封建時代 而且都 等一下 馬來人還沒有織布技術 所以中國人到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 可以領先大概一村半或兩村是極限的 這個就是 中國的優勢由來的 一個細節 那之前有留言就自己說 雷歐你確定中國只領先 只有多一村或兩村而已嗎 不是三村 對 那你們實際看到的 就是 就是 只有領先一村半或兩村 這個 可能看我們影片看多的人 觀眾都知道 那對世紀立國的觀眾 可能部首 可能對細節部分 沒這麼講究的話 可能就不知道 其實中國這個加成 就只有一村半 那 比較頂尖的話 可以到兩村 這算是 細節注意的好的話 世紀立國 耶~~怎麼會有到 欸 這裡 欸 剛剛是為了吃鹿肉 所以沒有圍起來了 看起來是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好 那中國這邊是 肉馬開局 四隻肉馬給對方壓力 好 這邊是有槍兵的 那現在槍兵有預防的情況下 是比較好擋對方肉馬的 剛剛打下的話 只有4滴血 那槍兵的血量有45滴血 這意味著要打12下 槍兵才會死喔 有了一下4滴的話 4滴4滴這樣敲 11滴 然後12滴才會死 所以這個槍兵 對於中國來說 是比較難處理的 絕對不能硬尻 一定要轉個射箭場 去處理槍兵 不然這個肉馬 絕對是打到頭破血了 有防禦的槍兵 在風紀時代 千萬不能跟他對打 用肉馬 你一定要用弓兵跟對方打才行 這邊棒棒加槍兵過來戳一下村民 來了一個集火 這邊村民有點卡住 這邊再稍微拉扯一下 村民再打 先打棒棒就對了 再打槍兵 這邊稍微經濟騷擾不下 這邊HAT的細節做得不錯 下面槍兵還是被追逐 沒有事 他到這邊轉出了毛兵 那馬來這邊應該是有在偵查 但他應該是先預判了 中國這邊是轉工兵的 但其實中國這邊工兵 並沒有那麼早下 因為他應該是有意識到 這個黃金礦 採礦地有下 所以轉工兵的路線 是指日可待的 指日可待 這是可以遇見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用太質疑對手 怎麼都招對方在幹嘛 而且他的落百還活著 應該都是有偵查到的 世紀立國的偵查情報相當重要的 不要說世紀立國 所有的RTS都是 什麼星海爭霸 魔獸爭霸 偵查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新手會輸 大部分都是輸在這個經濟調配 還有這個偵查上出了一點問題 還有配兵跟兵種相克 不太了解的問題上 好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開扁 但是村民可能會被包住喔 包住又逃不了了喔 哇 包住 持續一村 哈特這邊有點尷尬 被收掉了一村 這邊工兵跟毛兵 好 走了出來 好 要上嗎 上 回頭 好 好 再互相打架一下 喔 這裡要被擊火一隻 有機會 我的天 又是一村拿下 哈特開局 死兩村 中國的優勢 直接被剝奪了回去 完蛋了 中國這邊打得有點慘 欸 欸 這個 欸 這個是在 瞬間 落馬位移 欸 這個有點小小的Bug 還是這是觀戰Bug而已 這倒是遊戲裡面也是這樣子還怎麼樣 這個落馬圖瞬間移動了 畫面極度可怕 看到是平行時空 量死世界 有種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好 那中國這邊點下城堡賽 馬來這邊也點下了 還有大概 30秒時間 就要來到了城堡賽 馬來升級時間 就是這麼可怕 這樣村民領先了 然後 待會生時代 時代也領先 大家在補國輪走 村民樹可能 中國還超不過馬來人 所以 哇靠 他偷資部啊 偷到現在 我的天 馬來人偷資部 難怪村民又是領先了這麼多 OK 難怪剛剛中國跟馬來村民是持平 原來打中國 還有這個細節 當你的對手是中國手 可以考慮不點支部 這樣跟中國的經濟差距 我就會縮短一些些 這是有想法的 難怪F1 R1 他的分數 已經來到天梯的2700分 那HART的話好像是2600左右 2700分 基本上是Viper 跟 HERA NBL 那種等級 這是有時候比他分數還要高的感覺 當然我覺得這個想法 好像要出師了 這邊高打D 瞬間秒殺一隻肉馬 兩隻肉馬直接倒光 馬來開局 直接打毛相夫 有料嗎 毛相夫血量非常坦 然後250滴 兩隻單位就500滴血了 你幹嘛進去 這裡補下戰毛病的升級 中國這邊是轉奴兵 但這邊看到大象了 趕快要補下修道院 工兵點不到 收下生旅 拿來補下3TC 好 我的不是工程器 不是修道院 而是工程器製造所 看到大象還可以這麼的輕鬆一派 那HART這邊可能是覺得自己已經生時代落後了 而且村民樹也被 剛剛被土了幾村 村民樹應該是稍微輸對手 然後也判定對手 兵量這麼少 兩隻大象而已 覺得開個 對方應該是開3TC 應該是這樣預判出來的 但是很尷尬 如果大象來的話 暫時沒有辦法可以解 修道院要被補下來嗎 兩隻大象換修道院 我覺得可以 這裡補一個修道院 待會兒可以補下赤火的血量 待會兒也可以遭享這個馬來的大象 但這邊補修道院的話 TC就不能下囉 這邊要先撒農田 肉一點不太夠 馬來這裡也點下了二級射 把這個射程點好了 但中國這邊投資車也來了 中國的中後棋 也可以打這個中國聯武加中頭的路線 可以打騎士 戰毛兵都可以 就只怕火炮而已 還有對方的投資車 所以中國中頭開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結果毛相夫直接被弓兵給抓爛 因為毛相夫沒有防禦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射箭 弓箭給射穿的 直接省了一個修道院 趕快先開3TC 3TC穩定之後再補修道院就可以了 那目前四隻刺頭放到了野外 去控一下聖物 這也是弓兵 哇!哈爾特這一場把中國的細節打好打滿 馬來這邊對中國的打法也是打好打滿 這一場可看性蠻高的 細節都有拉好 不過算是平常我們看RP的時候不會發現的細節 當然這場有明顯的差異性在 好!那這邊中國就去轉出了投資車 這邊奴兵 兩隻在這邊巡邏 這個是沒有辦法抵擋住 投資車都要出來了 後面有兩隻僧侶 還有槍兵可以來防守大象 還有這個騎士上來硬起 好!投資車過來 要出來嗎? 好!存在裡面 欸沒事 這邊投資車已經砸破了一個建築 這個軍銀也要快被砸掉了 好!來這邊加力很淡地 好!來這邊可以用救贖思想 但是很容易被對方的攻兵給射掉 所以用投資車是最佳解 投資車解對方的投資車是最好的選項 好!解掉 我現在加力也是被騷擾當中 但沒有被直接性的影響 反正是馬來這邊 已經被影響到了一些些 有些農田裡的村民都已經撤離了 好!直接把成人中心開在了野外 第四個TC 好!中國這邊 投資車開始慢慢亮彩出來 補下輪軸技術 好!弱馬開始按了 好!戰毛兵 現在看到投資車 唉唷!怎麼又位移了 我感覺最近位移 這個BUG有點常見的感覺 好!結果上方最後還是被砸掉 這裡順利守住了 馬來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投資車要被砸了喔! 哇!這個很痛 砸一發 先砸僧侶沒有預判成功 後面攻兵趕快打 後面投資車砸一發 再來一個 大碗的 馬來這邊 直接慘遭中國投資車 炸裂 我的天 OK!投資車這邊 開始高地 高打D 後面兩台投資車過來 點出了挖石技術 這邊高打D 預判成功! nice!這裡再打個一下 投個一發 往裡面投 但是沒有投到戰毛兵 這邊點TC的話 投到裡面的單位的機率是很高的喔 教大家一個小小的一個細節 投資車 點農田時刻 這個落單範圍會更廣 會散得更均勻一些些 不會能miss 嗚!這邊高打D 很痛 又秒掉了一台 所以這邊高打D 打這個城中心喔 也是一樣道理 只要中心這裡有村民的話 很容易就被砸死 喔!這裡預判也沒成功 馬來開始被逼退了回去 這邊有許多農田要重新蓋起來 中國的投石車配強弩 我平道裡在講 中國這個組合是很強大的 但不是很害怕火炮而已 馬來這邊要打贏中國這個組合的話 要升到地龍時代 有沒有可能中國在這個時期 就把對手給壓了回去呢? 但以經濟來說呢 現在是馬來暫時領先喔 在馬來剛剛損失了這個城鎮中心之後 經濟應該是稍微平衡了一下 好 爪到這邊開始慢慢量產出來 點下了護衛技術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喔 這個投石車 又找到了兩村喔 這邊看一下 一定要換一台 可以 還找到一些弓兵 一換二嗎? 沒有喔 殘血活下來了 這個再砸一發 投石車很難控的 剛才殘血的回來修理一下 被砸了一發 被砸掉 哇 及時收走 後方找到勇士在後方 看到了 但哈騰也注意到了 你過來了 但是暫時沒有辦法可以解 沒有馬舊嗎? 應該可以出點騎士喔 抬擋一下 還擋一下 欸 阿馬舊怎麼見了 完蛋 抓到這裡很麻煩 解不掉 癡猴拉回家 好 有在按騎士了 唉唷 想說怎麼不按騎士 這個情況就是按騎士就好了 好 轟兵這邊 趕快原地射擊 解掉了這些爪動的事 爪刀比較害怕的當中就是射擊速度很快的工兵文明喔 一索比亞 或是這個盾甲工兵之類的 羽毛劍射手 都是很害怕這類的單位 還有這個蒙古突起喔 也是爪刀勇士的天底 只要射得很快 爪刀都會很怕 好 從我這邊高打第一 這邊投石車 好險拉走 好 當然這邊有救贖思想的工兵 趕快先點掉生旅 投石車沒有辦法招降掉 可惜了 好 這邊有點送太多爪刀勇士囉 中國這邊精進已經開始起飛 好 右邊城堡投石車 加上爪刀 繼續要走這個路線嘛 兩邊已經都升到第五個時代 馬來這邊基本上是跟中國同時點下的 但中國這邊明顯有優勢喔 領先一分鐘 這一分鐘可以為馬來人爭取一些升級時間嗎 還是產兵時間呢 現在雙方支援量其實差不多了 但我覺得這一波打起來 中國應該是領先了 看一下 結果馬來還是贏的喔 中國這邊是有點慘 雖然臭民術馬來是贏了 贏了大概12存 沒有關係喔 我們中國還是有機會可以拿下 馬來人的 雖然剛剛這一波馬來送很多兵喔 感覺是有機會可以拿下 雖然他的兵只要一掃 這些經濟優勢 就會沒有那麼明顯 好 這邊轉出的是中國聯弩喔 中國聯弩升上去 會繼續使用奴兵嗎 還是直接轉中國聯弩呢 投石車預判V陣躲掉 找到總司過來 想要直接投石車 一刀兩刀三刀 四刀五刀解掉 爪刀解投石車 這是這麼的快 好 更多的村民過來 直接硬蓋 投石車再往前推個一下 順利的把整包蓋了起來 村民趕快拉走 好 升到地龍時代四 先產出了三台巨頭 每一個城堡各按一個 直接集結中間這根堡 這邊騎士按了幾隻在家裡防守 爪刀 那應該還是要打奴兵路線了 強奴升下去 然後三擊射 而且只剩九隻公兵耶 還要升強奴 吃我的話我可能就不想升了 直接轉中國聯弩 可能會更舒服一點 好 但他有可能是顧慮到 這邊城堡 現在升級上可能會先被拆掉 巨型投石機出來 可能也沒機會 很好反擊回去 對方煽動城堡 拆城堡速度非常快的 好 點下了化學 馬來點下了槍兵升級 欸 是一刀 意識到了什麼嗎 覺得好像中國有可能會轉 騎士嗎 但他的騎士 騎士為了要打 這個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其實打不太你騎士單位 只要數量沒那麼多的話 馬來這邊就去爆了一些爪刀 哇 但爪刀一直撞到城堡 感覺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那中國這邊到現在才補下彈道學 彈道學算是非常慢點下 可以補一個彈道學 就等於是你要開兩個TC的概念了 要大學加彈道學的木材資源 兩個TC木材就已經準備好 好 那這裡是決定要來打工兵加起兵路線了 哈特這邊補下了坪種 還有工兵台甲 馬來這邊是轉出了工兵喔 跟中國比射射 有料嗎 兩邊都有拇指環 我是覺得中國這邊射射可能更強一點 畢竟中國有中國聯儒還有火箭技術 拇指環一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兵的射擊 誰比較厲害 那我是覺得還是要轉一點火炮 有火炮的話中國壓力會非常大 那中國這邊要轉火炮的話 就只能轉騎士類別了 轉一些馬出來打 先起兵 也OK 好 騎士這邊成功守住了這一波的爪刀勇士 時間砍光 右邊開始慢慢擴張出去 馬來人把自己的 右邊的礦區也拿了下來 中國這邊是稍微少了一些礦區 但這邊巨型頭司機的數量也累積來到了4台 好 這邊馬來人點下了精銳爪刀 好 化學點完轉出彈道學 中國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偏很慢點 二龍惡木 OK 強弩也補下了 大家都是等到自己的科技全滿 才要開打 五台巨型頭司機開始攻城 開掉了第一台巨型頭司機 旁邊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後面找到充了過去 哇 後面有些充人在發呆喔 快逃啊 馬來人來了 這裡有很多純絕技輪 很多奇行種 跑起來了 好 後面的城堡趕快蓋 但這裡防守還在獨立防守當中 所以並沒有把工兵拿去解爪刀 這邊爪刀用意是是因為他可以把前面部隊給掉走 然後這裡有去攻擊前方的巨型頭司機的一個想法 但這邊村民並沒有趁心他如意 趕快繼續按村民 然後補下更多的強弩 肉馬上去直接開砍 這邊巨型頭司機高打地 有機會解掉一台嗎 媽 再發 修得回來 媽 MISS 哇 還是被打掉一台 下方強弩已經射穿了一些爪刀武士 馬來這時候轉出了更多戰毛兵 你不是要打強弩嗎 強弩升上去卻不打強弩 打戰毛 OK 尷尬了 你轉戰毛 對方肉馬過來怎麼辦 用爪刀解 可以 那沒有問題 好 現在爪刀是全滿的 攻擊是很高的 12點傷害了 比這個肉馬高了很多 所以現在肉馬暫時是打不贏爪刀武士的 好 右邊這邊抓近況抓掉蠻多 最近頭司機再來是 往後拉 讓這些爪刀武士先撤退 右邊這裡抽成術大概死了十幾多 這裡包夾很關鍵 爪刀武士直接 排成原型圍起來 想要反擊肉馬 這邊肉馬坦了很多傷害 輸到輸出還是在後方 爪刀武士實在太多 冰之黃金兵 最後還是突破了肉馬的防線 這邊 槍武只能先撤退了 黃金軍頭司機 還被偷掉了一台 快逃快逃快逃 這邊爪刀 量越來越多 很難纏 馬來人這邊黃金數只拿300多 趕快去按爪刀 這邊黃金要繼續補了 但中國這邊黃金也是全數歸零 他們就是進入了後期的 焦土戰 每一台巨型頭司機 都是相當的珍貴 這邊肉馬可以再按更多一點 中國這時候補下了三級攻 這毛兵點掉喔 喔唷 這裡肉馬 走 馬來這邊的槍武數量只有11隻 其實也不多 雙邊的黃金都相當珍貴 大家都是走一個全能型 只差馬來沒有轉出金銳毛相夫了 中國這裡也沒轉槍兵 他們都是轉了兩種兵種 後面爪刀用這個青騎兵去追 加上城堡的傷害 下方青騎兵也把這個爪刀給逼退了回去 爪刀打青騎兵灑很快 瞬間收光 中國這邊要拿下場比賽 有機會嗎 馬來這邊村民數還是領先 唉唷 又沒黃金了 開始在點 攻擊了 完蛋了 好 待會攻擊點完 可以減少民兵系的 這個食物消耗量 讓它價格再更便宜一點點 再點一下強制增兵 每一隻雙手劍兵 都不需要黃金喔 那這邊要先存一些資源 才能轉出雙手劍兵喔 那待會可以配雙手劍兵 然後搭戰毛兵 好像也能擊退回去 中國這邊的組成 中國這邊時間可能不多 要趕快往前推 不能給馬來有這個機會 直接在高地架起來 唉唷 右邊架高地不錯 這個想法有料 強弩再次往前推進 讓這邊沒有辦法有空檔 打到這些具體投資機 這邊架起來好像沒有辦法 打到全部的城堡 只有兩台可以打到城堡 其他都會發呆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他會自己打才對阿 怎麼都在發呆呢 終於開始攻擊了 應該是打得到的 左邊這裡開始有點入侵了 爪刀勇士配上火炮 拆除家裡速度非常快 家裡BBQ非常慘 中國這邊的農田 被拿掉了很多 肉麻上去硬抓 抓掉一台火炮 第二台火炮有機會嗎 好看一下右邊這裡 右邊目前是被拆掉了一座城堡 戰毛兵跟強弩在這裡防守 中國這邊退到了後方承認中心 但後方這邊農田有在繼續賞 所以暫時TC被突破 也不會有太大的經濟損傷 這裡要繼續補 肉麻慢慢解掉了 剩餘的爪刀勇士 新奇兵繼續往前攻擊 火炮一台一台的收掉了 這跟城堡很關鍵 防守範圍面積非常廣 右邊的巨型投資機 拆完了這根城堡之後 左邊的沒有繼續進攻 馬來這邊開始把 敵方的採訪地全部拆除 這邊要架巨型投資機嗎 但這個窄口 覺得對馬來不是很有利 反正對中部來說 進攻這個位置是相當OK的 點 秒殺一台火炮 打一個 但火炮打的不是強弩 而是打後方城堡 然後趕快把這棟城堡拿下 抓到在前面坦了一堆傷害 左邊這個城堡想要蓋下來有機會嗎 好像可以 已經86% 後面的肉麻已經過來開扁 這邊肉麻砍得很快喔 四刀一隻村民 完蛋 898.2 變成道特寶 頂級的那種 雖然左邊城堡 沒有被蓋起來 但自己的右邊城堡已經被失守 這邊六台巨型投資機 瞬間架起來 這根城堡也要掉了 後面大量爪招上去 對於往前貼 大肉麻開始往前扛線 強龍繼續射擊 後面的火炮 要不要去點一下 巨型投資機 趕快點 每點掉一台都是200黃金 喔 這邊攻防戰打得非常精彩 馬來人這邊夾得也不錯 左邊這個城堡沒有蓋起來 真的是賊傷 好 這邊被逼退回去 暫時沒有辦法往前 待會肉麻數量再更多 就可以再往前出去了 這邊農田數量灑到62片田 肉類開始回穩了 剛剛只有46片田而已 剛剛被途到城市中心的關係 這裡尾巴部分有非常多村民 在這邊伐木 來這邊偷砍一下 好 正面這裡有再次的交鋒 哇 這邊火炮全部送光 這裡是怎麼送的 好 看一下這一波 好 這一波是倒帶回去 看一下這波包夾是什麼包的 哇 火炮直接被貼上 右邊又來一坨 肉麻在後面 堵住了火炮的去路 這邊哈特的操作操作得非常漂亮 這個有點像星凱的狗包啊 好 後面的肉麻也開始在土村民 哇 這邊四刀一隻村民 砍得非常快速 馬來這邊村民術下降非常快 從135村現在死生120村 後面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正面的巨星投石機能夠拿下嗎 這幾台巨星投石機被拿下的話 馬來就喪失了進攻能力 這裡清奇兵 打得非常漂亮 想要繼續往前 想要繼續往前 好 這邊抓到 力死一搏 拼命一搏 趕快 夾住 但中國這兩個城堡 依舊守住了中國的領土 沒有問題 中國應該是穩 後面繼續產肉麻也沒問題 但馬來這邊肉非常多 但裝甲布冰箱才升上去 你有足夠的黃金區點強制增兵嗎 長劍兵跟雙手劍兵的造價 其實並不是很貴喔 以他像這個資源點 雙手劍兵跟強制增兵 一定可以點下的 好 這裡果然用大肉麻 用這些肉麻加上城堡 果然守住了家裡 哎呀 還沒希望啦 後來中國是死那久穩 馬來看起來是近乎兩兩 好 這裡趕快補一下 雙手劍兵 OK 雙手劍兵來了 強制增兵呢 你有城堡嗎 有 在左邊 還在按爪刀 來吧 強制增兵 還是漢金點我們沒看到而已 強制一下如何 要不要強制一下 很大了 這邊均勻數量不夠多 馬來剛剛後面被擊倒一堆 伐木工的關係 現在有點缺木狀態 均勻有點爆不出來 哎呦 原來這邊強制增兵 早就點下了 這裡補了非常多的雙手劍兵的生產 馬來現在進入了聯土保衛戰 到底能不能阻止 中國這邊的進發呢 馬來這邊轉出來是大量槍兵和戰狼兵 好 按中國有些少量戰狼反擊回去喔 細節搭配 少量戰狼 在前面扛傷害 好 中國這邊雙手劍兵中文出來了 雙手劍兵血量60滴血 攻擊力16點傷害 遠方有5點 可以扛下5點傷害 好 這邊直接想要突破正面 正面大肉麻損失數量很快 後面的強弩也在做一些拉扯動作 也射倒了一堆槍兵跟雙手劍兵 但最後中國還是補了更多肉麻 成功守住這邊的三頭巨型投司機 馬來這邊覺得絕望打出了結局 最後蠻精彩的 馬來就是擁有經濟上的優勢喔 但卻輸掉了比賽喔 KD的部分是中國拿到1.51的KD喔 後面這一團強弩已經價值連成了 17隻強弩擊殺了100隻的 單位 採取敵方資源採了4,693的意思嗎 已經處理 其實我根本看不太懂這是什麼意思喔 這個損傷以處理跟採取 這個歡迎不知道是怎麼樣 好 怪怪的 好 不管怎麼說 中國這邊的強弩在後面射打得非常關鍵喔 後面也有轉出一些少量戰毛 之後還是靠這個肉麻 擋住這個爪刀勇士的多線進攻喔 最後這兩個城堡也成功守住了 右半邊這邊的經濟採集狀況 那馬來呢 雖然是有守住左邊的礦區喔 但卻丟失了本土的這個領地喔 後面肉麻也是損失了 砍掉非常多的法木工的關係 讓馬來這邊喔 暫時沒有辦法轉出這麼多的軍營喔 反正他存了一堆肉而死去喔 這剛剛是中國 哈特這邊用大肉麻打一個多線 下面進攻 上面直接往前包丟火炮策略 打得相當精彩喔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